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越讲越涨 元宵变盘 今天大家都在讲元宵变盘 我跟你讲怕 怕涨太快你又追不上了 好不好加油吧 这一周 我们在股民开奖讲的股票 每一个都飙翻了 公开推荐的联宇2482 本周已经涨了42%了 42.08%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首先过去我们也 我很久没拿这个会员信息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因为华夏是我们公开推荐的 所以我也是跟大家 以事负责一下跟大家讲说 今天早盘8点59分我就讲 我会先将华夏获利了结 开始在转金电子股 然后开盘9.03分20秒 我说华夏出场 我结果哇 我华夏居然跌下来了 我华夏 OK 所以9.03分 我们还出来高档 OK 所以OK 我们就获利了结了 没有问题 来那我们继续看 来首先 那个我们看一下大盘的部分 来在这个大盘 今天的状况其实是开平走低 开平走低 走低完又收上来又收上来 最后还收涨 收涨 所以这个盘我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标题叫怕涨太快 你追不上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涨到这里啊 这个乖离这么大 他都不修正 真的都不修正 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正 所以在整个五日线之上 甚至在年线之上 我认为都是偏多了 真的跌破年线 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行 所以在此之前 我认为个股 大概都要持续的掌握 持续把握他的轮动 那这种时间点就是 找股票 一直换 一直换股 那当然像刚刚讲 5482嘛 已经涨很多了 对不对 还有今天我在股民开讲 有讲5258 这个讲的比较清楚 我们这就不多浪费时间了 OK 对那从大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OTC 其实OTC也是一样 一路喷一路喷 然后收个十字线 没有问题 在这个状况还是收涨 但是我今天在股民开讲也提到 我认为接下来看起来生技股 有机会再来动 因为现在这一段 大家想过完年的这一周的行情 几乎都是走电子出去 几乎都是电子股 电子股走走走走走走 走了一个礼拜这么强 对不对 甚至连雨涨了将近四十几% 50%了 涨这么多 是不是要开始休息 开始要换一些个股 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今天也公布 在股民开讲 我有讲说 我们年报 精选年报的个股 几乎都涨 九成都是涨的 对不对 但是OK 接下来会持续把一些年报开始做一些更新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轮动 然后再来我们另外注意一下 我们从外资的状况 来 我们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今天外资还是续买 买了多少 116亿啊 这一路都拼命买 拼命买 投信还是持续买 所以在筹码面看起来也都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格局 甚至OTC 也都没有问题 外资投信都持续买超 所以看起来真的 元宵变盘应该还是继续向上 然后大概没什么问题 这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在那个台币的角度 台币今天有稍事休息 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强劲的格局 毕竟不可能每天涨 就跟股票一样 你不可能每天涨嘛 一定要休息嘛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OK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每天都会比较认真的跟大家截股票 不过当然 我们有入股民开奖的话 个股的部分 我会多一点在股民开奖去讲 然后这边会着重在大盘 然后下礼拜我就下通告了 再过两个礼拜才会再去 所以那个只有我们自己的节目的时候 我就会讲的特别细一点 就个股的会琢磨比较多 所以欢迎大家 每天十分钟来掌握一下最新的行情 然后记得要按赞订阅 然后通常要开启小铃铛 有同学提醒我说要告诉大家 要开启小铃铛 因为开了小铃铛之后 因为我盘中 如果我有盘中连线的话 我也会直接上传 那上传的话 你有开小铃铛它就会跳出来 跳出来 你就可以直接收听到 这样会比较快 那不然等我再通知 再发来通知 其实你收到搞不好 是一个小时后 因为机器人这样 发发发发发 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也可以加脸书 因为脸书 那个我也有讯息会丢上去 所以脸书你开通知的话 你也都会第一时间 就会收到 所以欢迎大家 加那个YT的时候 记得开小铃铛 然后加脸书的话 记得也开通知 那这样子 我真的有讯息丢上去 你大概会第一手收到 那当然同时我的LINE 官方LINE我也会一直发 那时效性的话 就像刚刚的建议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讲 年报题材 脸乙2482 这都是公开的 所以没有问题 来股民开讲 1月31号 我就特别介绍脸乙 必须说 那个 我不喜欢讲一大堆股票 然后从中间筛选出来 说哇 这个涨这个涨 然后再放马后炮 我们都是讲在前面 还没涨之前我就讲 包含去年的新胜利 甚至我频道上面 公开讲过什么 东哥 宇治 三幅化 反正一大堆 然后剑桥 银邦 对不对 JPP 什么材料KY 真的数不完 所以欢迎大家检视 欢迎大家检视 现在的时代 如果你连 对 检视一下 到底分析师合不合格 你都不愿意花时间的话 那其实没有意义嘛 所以你就搜我的名字 然后把那股票拿上去 直接搜 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料 然后那当然我每次的解盘 我的标题 大概也都是很准确的 我不会是模拟两可 我就说看多就看多 看空就看空 那看对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看错的时候 当然我就讲 我们都是一定会挺损的 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连语啊 这一次 这一天的节目 我专门介绍连语 OK 然后介绍完隔天 又继续讲 继续讲 连讲三天 然后主持人都说 哇我们这样连讲三天 这天没办法 我本来不想讲了 已经连讲两天了 不想再讲 结果第三天又涨停 很多同学又在问 所以还是讲一下 昨天我怎么讲 持股续报 然后我已经在前前 礼拜二的时候 我已经讲 教大家短线出厂的方法 所以我都讲好了 因为为什么 我告诉你的东西 我告诉你的方法 我都是让你可以直接 活学活用的 那当然大家的问题在选股 你选股 你都选不到好股票吗 你玩来玩去 就那几档 我很清楚散户的状况 我十几年在金控 然后我交了五年的投资人 这区大学交了五年 所以 投资人会有什么样的毛病 有什么样的习惯 我很清楚 所以 通常为什么大家都 不会找到潜力股 因为你玩来玩去 就那几档 你玩过了 你就想要继续玩 玩过了想要继续玩 所以你三五年 就是同一档 三五档在那边 赚来赚去 赚来赚去 对 然后就觉得 逢高卖掉 回来再接 我觉得这样很爽 其实这不是做股票 OK 这不是做股票 像我就是找潜力股 做一波 找潜力股 做一波 对 对不对 3693 我们随便讲 你看这里 我们这里进 这都是公开讲的 公开讲的 11月28号 这边是会员进的 11月29号 公开讲 对 公开讲还没起涨 讲完才涨的 好不好 然后还有什么 5284 这边 这边 我是12月2号 12月2号 公开讲的 前两天会员这边买 所以讲这也没算起涨 对不对 也是一样 一波 一波 然后47 4763 材料KY 这一天公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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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0 这一天公开讲的 所以你看最近就这么多股票嘛 那过去根本不用讲 49 4963 忘记了 47 我忘记了 新胜利是几号 8478 我们影片上讲的 我们讲的很清楚 那时候还特别讲什么 均线惯性法 对不对 均线惯性法 在哪一波 那时候我们是在这一波的时候讲的 这一波 对不对 这一波 反正大家回去看 这一波 这一波 我忘记了 奇怪 怎么会记不记 这21年难怪不对 在这边 这边 在这一段 这一段 对不对 同时期的那些很多股票 反正 回去看我的频道 我们从去年一路讲过来 我们都讲的一清二楚 所以没什么问题 因为有很多新朋友 因为我知道市场上还是很多分析师都是比较 今天涨停板哪一档就拿哪一档来讲 就说之前讲过 但是你看我的影片 然后看我在股民开讲 我都是 不会乱枪打鸟 不是那种个性 反正错就错 没什么了不起 就挺损 但是我们还是对的几率比较高 好不好 就是这样 然后OK 昨天也很有趣 有一些客户 我们服务同仁在跟我讲说 有客人想说 那个 问一下股票 因为是熟的客人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 他就问我说 有什么股票可以推荐一下 说要加入会员这样 我就说好 客人一次买多少 我要看适合什么股票 他说一次买十张 我说买多少钱 一次买多少金额 他说200左右 昨天晚上10点 昨天晚上10点 OK 然后我就找 找了股票 我10点16分回他 我说5274 这都昨天晚上的 我这真 这我没有剪接 这完全都是诚信为主的 OK 来 所以5274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也不知道会涨停 我说实在话 我不知道会涨停 但是我也认为到尾端了 应该要喷出了 应该要喷出了 就今天 昨天晚上讲 昨天下午的10点16分讲 你如果开盘去买 开盘去买 我不知道有没有买 因为今天很忙 也要录股民开奖等等的 所以忙到现在 我也没时间去问 如果你有去买一张赚多少 22万5 22万5 坦白说这就是 要怎么讲呢 就是真的就盘感了 这也没话讲 就是这样 OK 今天不要花太多时间 我还是跟大家讲 因为礼拜五了 然后你还是可以去看股民开奖 我有介绍一些股票 我认为接下来轮动 会进入到类股轮动的格局 类股轮动的格局 然后年报题材股 还是会持续更新 因为前面这一段 我们今天讲年报里面 上周年报大概只有 十分之一的股票没有涨 但是没有涨也是小跌而已 中间很多大涨的个股 各位有拿到年报的同学 你大概都可以清楚 你都可以一档一档去看 然后但是OK 很多已经涨多了 所以趁这个周末 我会再持续更新 我会再持续更新 然后接下来 我觉得会走到类股轮动的格局 然后那当然 中间电子股有一些状况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些轮动 然后前面涨多的 我们要怎么再涨 相对更有爆发力 更有潜力的 这个周末 我会持续再帮大家找股票 因为开春的第一周 基本上我们的股票都表现得不错 然后公开推荐的股票 也都涨翻天了 对不对 所以欢迎大家跟上行情 打电话进来 0800370888 因为这一段行情 我们从年初一直讲 过年特别节目 我们是年前录的 股民开讲的过年特别节目 过年期间你如果有看到的话 你知道 我用波浪理论推测 这一波很可能会到16500点 所以接下来还有千点左右的行情 所以大家请务必要把握 OK 欢迎大家进来 今天节目到此 祝大家周末愉快 投资顺利 这一波一定要好好把握 赚起来 OK 拜拜 拜拜